厉害了我的国 又是见证人类历史的重要时刻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咱妈又悄咪咪的办了一件大事 6月2号清晨 长鹅6号在经历了约30天的奔月之旅之后 终于在万众瞩目中成功着陆在 月球背面南极区域爱特肯盆地 即将缠工挖宝 作为一个中国人真的是骄傲自豪 无以言表 放眼世界也只有我国的长鹅4号探测器 曾经在2019年初成功实现过月被软着陆 更别说此次长鹅6号还将在月被采样 主打一个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人类首次 一个冷知识 由于月球的自转和月球围绕地球的公转周期一致 所以我们在地球上始终只能看到月球的正脸 而月球背面可能隐藏着更为原始未被风化的历史记录 更值得一提的是 爱特肯盆地是月球上最大的一个撞击盆地 月球缺乏了大气层和磁场的保护 上面保存着大量的陨石撞击记录 或许我们还能够找到来自其他天体的陨石残片 发现新的物质和能量 愿此城终底群星好期待有生之年的登月旅行